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一起看世界Podcast 我是易如 最近呢 日本选出了新首相石破茂 石破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蛮多人形容说他是一个老派的政治人物 而且他之前就是选了好几次 这次是第五次 他终于是得偿夙愿议员他的首相梦 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他在日本政坛的资历 以及他接下来呢 在日本这个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的 是我们国际新闻中心的主任 也是我们的日本通 佩军姐 陈佩军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佩军姐你好 易如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佩军 佩军姐好一阵子没有来讲日本 对 好久 这个上次是岸田文雄 岸田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已经三年了 然后又换了一位首相 又换了一位首相 好 那我们这次就先请佩军姐来 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 我记得佩军姐之前 就有跟我们讲说 他觉得石破茂应该会当选 那时候我们就会想说 日本的首相就是竞争很激烈 包括了高市早苗 还有小泉晋次郎 感觉每个人好像都很有胜算 但是为什么佩军姐一开始就觉得说 这个石破茂应该是很有胜算的 基本上呢 这次呢 有九位参选嘛 其实在这个竞选的期间 九位都有参加这个日本媒体的 这个辩论啊 或者是政见的发表 那感觉其实九位都 除了一位小泉晋次郎之外 虽然他的民调是最高 呼声也很高啦 不过你在整个辩论跟政见发表会看下来 其他的八位其实资历都非常的丰富 其实都除以担任这个首相的大位了 那其实你这次九位里面 你可以发现有五位都是东大毕业 东京大学嘛 对 东京大学毕业 而且都是哈佛大学的深造 有拿到硕士不然就是有去深造的 所以其实在学经历上面 九位里面其实都蛮不错的了 那所以说那为什么会focus on 在那三位就是高市早苗 还有这个石破茂 还有小泉晋次郎 那主要就是 就是要看这一次 为什么要这个选出来的那个党魁 他将来赋予的目标 他的重任是什么 那主要就是因为今年 自民党的丑闻太多 他们有这个申报不实的 这个政治现金的丑闻 所以在今年的上半年 岸田的这个支持率一直都很低迷 然后再加上他已经解散了 这一个派系 对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让这个支持率回升 就是国民还是不买单就对了 所以在上半年的地方的 这个补选都失利 对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 也就是促成这个党内的大佬 尤其是麻生太郎 他实现目前应该是年纪最大 84了吧 对 所以是 所以他就逼宫了 案庭你要下来 不然的话 我 你通常都是新的党规上任 可能他们会利用那个时间点 因为那时候可能支持率会比较高 所以利用那个时间把众院解散 然后进入这个改选 那 今年可能会做这个件事 已经讲很久了 所以众院要改选 明年的话 夏天参议院本来就要改选 那他们的议员 就是参政党的议员 自民党的议员就怕 那如果又是案庭继续做的话 我们一定打不赢 我们会输掉很多席次 甚至呢 是失掉了这个政权 所以说他们很紧张 所以这一次的话就是 要提升这个自民党的支持率 然后所以说就要找一个 一个看板了 然后要打出这个改革了 然后要重新的重振这个自民党 所以才让这个小杰晋次郎呢 变成是民调呼声最高 对 因为他年轻啊 然后比较如果要改革的话 他的形象应该是 比较符合那个改革 比较年轻时代的感觉 也就民调显示 就是小杰晋次郎的确是 有那个人气了 所以说他出来了 然后当然他出来 可是问题其实他之前 已经当过前环境大臣 那那个时候也是很年轻 三十几岁就当了 在安倍内阁 第一次内阁的时候 他就已经入阁过 可是那个时候 虽然没有出太大的错误 不过大家已经知道 他毕竟太年轻 就有些发言就是觉得这个 经验不够吗 经验不够 他的政策了解的不详细 那一开始其实我不想 我自己的台媒也有报了 就是在他宣布要参选的时候呢 这个日本记者就问他 他说你的IQ这么低 你有把握 你当选之后可以跟各国的领袖 平起平坐 参加这个领袖会议的时候 那他也很高EQ的回应了 就说没关系啊 我可能IQ不高 可是呢 我会组成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团队 所以他的EQ还蛮高的 就化解了那个很尴尬的场面 因为那个问题其实蛮冲的 所以说也就是其实在一般来说 记者比较了解的 可能已经知道小学进次郎 并不是那么的适合当 在目前这个阶段 并不是很适合当自民党的党魁 甚至是首相 那果然呢 经过虽然开始的时候 民调是非常高 就是全国的民调 可是大家要知道 日本的首相跟自民党党魁 不是人民来选 不是国民只选的 所以说选的人是在议员手上 那所以说议员就看话 民调这么高 那可能我明年 因为他们议员的选举 是直接国民的 直接来选举了 那民调这么高 那他带领我们应该可以 所以有一些中间青壮派的议员 就认为小泉或许是一个招牌了 所以就会比较拥护他这样子 如果要一个很清新的一个形象的话 小泉进次郎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人选 可是后来呢 在这个竞选的期间 不断地上这个政见发表会 跟着辩论 跟其他的辩论 就其他的对手 其他的参选者来比起来的话 小泉讲出什么 他非常的空洞 然后大家慢慢就看清楚了 那当然在这期间 我有跟日本记者稍微聊了一下 他们都说 他已经慢慢知道 他是一个巴嘎 巴嘎就是一个蠢蛋了 大家已经越来越了解他了 所以说小泉进次郎在最后一个礼拜就慢慢的声势就往下跌 因为大家为什么会更加的担心 因为其实如果选上他当一个傀儡 后面其实拱他的是菅义伟 前首相 那也可以啊 问题就是在于 当选之后呢 要跟这一个在野党的党魁做辩论 那他们就担心 那这样小泉进次郎没办法辩论 对 政策都了解得不详细 这样没有办法进行辩论 所以他们越来越担心 那为什么促神他们这么担心 是因为在自民党的选举的期间呢 立宪民主党 也就是前身社会党 他们的新的党魁出炉了 那那位党魁也来过台湾前一阵子 就是野田家冒 野田家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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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是一个很能辩论的人 而且他也是前首相 就是自民党那个时候 失去政权的时候的首相 所以说辩论 而且头脑非常清楚 那他已经选出了 也就是下任的自民党党魁 必须要跟他辩论 那小泉进次郎 他们就觉得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越来越担心 所以慢慢的高市早苗 就涌上来 就是就开始挤上来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民调就变成 高市早苗变成第二 失破一直都是第一或第二了 对 所以说民调上面来说 全国的民调来看的话 失破是一直有稳居 第一第二的这一个 这个position 有这个位置 然后高市早苗本来在第三 后来他们看小泉进次郎不行了 所以高市早苗就上来了 那所以说在日本的记者 他们的评估里面就是 小泉进次郎应该是没有办法了 然后再来那高市跟这个失破 谁比较好呢 对 那高市早苗其实也不差 那这个的确最后开出来的票 它的确是也是市均立体 因为最近最后只以21票胜出嘛 失破 所以说那高市早苗最后是败在哪里呢 高市早苗因为太偏幼 他太幼 我听过一个说法是说 日本人可能还没办法接受女性担任首相 你说这是原因吗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可能大家就会想 可是不是小池百合子 东京市的市长 他也连任两次了 对那应该可以接受 女性来担任首相职务 我觉得应该日本的民众可能没有想那么的清楚 还没有想那么多啦 不过议员这次可能考量的 我想是因为如果要综合各方面的话 失破就是消去法嘛 失破可以当他民调也很高 然后再来他的政策资历也都很完整 然后如果小泉已经不行了 那他跟高市来比的话 为什么高市会落败 是因为他太幼 太偏幼 因为他在竞选期间 他说他竞选 如果当上了党魁 当上了首相 他还是要去参拜 那这样的话就让议员们担心啊 我们好不容易才跟中国大陆稍好一点 然后日本也好不容易跟韩国的关系 变得比较好 在暗点的期间嘛 对所以说如果再这样的话 那这样不行 所以外交上就有问题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这次就是要打一个清新的一个形象 可是高市长苗的 就是他们要出来选党魁 必须要20位的推荐人的名单 对那这20位里面 大概有十几位 都是跟这个申报不实的政治现金 有关系的议员 所以这也让这个 如果又是他出来 那民众一定会想 国民一定会认为 那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改变嘛 对 没有企图要做这个政治改革 所以说这个也是高市最后 落败的原因 还有就刚刚易如希讲的 这跟美国的中文大学 也有一点相关了 这个考验大家对于这个女性 女性担任领导人 领导人的这一个 那日本的话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 女性女权本来就不是 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一个社会 尤其是在企业跟政治界政坛上面 都是一样 那在企业跟政坛上面 女性的进出 女性的这个领导的这个层面 已经不多了 那现在如果是要一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自民党党会一出来 他就是首相嘛 对 那这个人物不一样 跟东京市长 你们会说 大家可能会想 联防部也是一个党魁 他是立宪民主党的党魁啊 以前啊 那不一样 因为现在要自民党的党魁 以后就是首相 首相 对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可能还是有些人会考生 有些情节啦 那这个也是我觉得 实破应该是会胜出的一个原因 因为可能not get ready 要for一个 女性 对 日本的社会来说 应该是比美国的社会更加的明显 对 更保守啦 对 对 更保守就对了 那的确第一轮的时候 真的是很有惊 真的是感觉 很惊险 对 竞争很激烈 对 因为高市是第一名嘛 实破是第二嘛 对 那那个时候其实 大家都在想 是不是就高市了 那市场其实已经反映了 对啊 日股是不是那个时候 日股地 日股大涨 大涨 大涨 对对对 因为高市是在 对于财经界是比较有利的 对 因为他对于生不生息 他是比较程序 安倍经济学的部分了 那所以说 那后来 因为股市是在 选举的结果 出来之后 股市在那之前已经关了 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股市 对于实破的股市 是反映在周一 下周一 就Next Week的周一 所以大跌了 很多嘛 1900点 之类的 这样子 所以实破就出来了 OK 他就出现了 好 那其实实破这个人啊 就是好像媒体 对他的印象 就觉得他比较老派 比较传统 然后就是 我看了很多评论嘛 像是国际媒体啊 外媒 就觉得说 日本不是要改革吗 为什么要选一个 这么老派的人呢 但是刚刚 Paris姐也跟我们解释了 因为有各种 种种的原因 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实破他的从政资历好了 我记得 安田文修当选的时候 就是Paris姐有跟我们讲说 安田的酒量也非常好 对啊 都帮那个安倍挡酒 对对对他很会 对然后呢 这次也有很多的媒体 帮实破特写 让我两个事情 印象很深刻 一个是说 他非常喜欢吃咖喱饭 对 然后他甚至呢 就是爱吃咖喱饭到 他好像也有 跟大家分享他的食谱 对 对然后他是鸟曲人嘛 这是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说他 好像酒量也非常好哦 就是他之前 出访中国的时候呢 据说他当时跟这个 中国大陆的前国防部长 曹刚川 他是连喝七十杯茅台 他都不会醉 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就这两个点 就是我们比较软性的角度 先来看看石破帽 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石破的酒量 因为他已经六十七岁了 所以我想 日本的政界里面 比较老一点 老一派的 石浪应该都不会 酒量应该都不会太差 所以一定要很会喝酒 才能够在政治界的历史吗 他是不是真的跟 这个大陆的前国防部长 这个联合了七十杯到茅台 这个我不确定 不过我知道 他很喜欢吃咖喱饭了 他喜欢吃咖喱饭 他自己会做咖喱饭 而且他的咖喱饭 还是可以拿到这个 自民党里面去 就是有一个食谱 刚刚一如说的食谱 然后还可以煮给大家吃的 这一种的 他自创的一个咖喱饭 那之前可能在选举前 可能有一些媒体有报道 他们都吃了这个猪排饭 猪排饭 那其实猪排饭是这样子 因为猪排饭叫做卡兹洞 就是卡兹 卡兹洞 就是猪排饭的意思 那卡兹的这个日文呢 跟胜利的日文是同一个音 也代表 所以不管你是要考前 或者是选举了 或是有什么比赛之前 都要先 都要先这个 吃一个卡兹洞 猪排饭 就代表你比较容易拿胜 胜利 对 所以那天要选举之前 投票之前的午餐呢 大家都吃了猪排饭 对 那其实食谱喜欢吃的是咖喱饭 他喜欢吃咖喱跟拉面 拉面 他也喜欢吃拉面 对 他说身为日本人太好了 可以吃拉面 对 就是一个很 怎么说就是一个比较 草根性比较重的 一位政治家 他算是很接地气 可以这样讲 他比较坚持个人的 就是个人的政治理念 对 那因为长久以来不得知 没有办法在主流的 他也没有参加派法 对 他为什么会不得知 像他之前选了四次 为什么就是都轮不到他 为什么这次终于轮到他 这个其实就要讲一下 石破帽其实他已经 这次是他的第五次的参选 他在选举的参选的这个演说里面 他说这最后一次了 如果再选不上就算了 他也就死心了这样之类的 那因为这一次的话 其实对石破帽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多 因为他们就是祭出 不要有派法 因为已经去除了派法了 以前就是因为派法 所以才让石破帽一直选不上 因为这跟选举的制度是有关的 因为第一轮是300多票的议员 跟300多票的党员票 通常石破在第一轮可以拿到很高 因为党员都会挺他 因为他情跑继承 他跟这个local的这些党员的关系都很好 对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比较接地气的 这个说法就会出来 所以第一轮通常会赢 可是进入了第二轮 大家就知道不会赢了 至少之前 在这次的之前 因为他的议员都觉得他很够狼玩 为什么他够狼玩 对啊 为什么够狼玩 因为他直言敢言 他甚至还批评过麻生太郎 他就是有一说 他逼公民麻生太郎必须要下台 因为也有些丑闻或什么之类的 那对于自民党的一些丑闻 或者是一些比较 就是不光彩的事情 他比较容易直言 敢言的去批评 自民党党内的一些党务就对了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做过 自民党的干事长 对对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一直在议员里面不得 不得人员 对 那因为第二轮的选举的制度是 300多票 应该是386或是87左右的议员票 加上47张的党员票 那党员票变那么少 对他当然不利 所以这次的选举的结果 跟2012年 安倍跟他选的时候 情况有点类似 2012年的时候 安倍晋三再度出马 他之前不是有一年 因为身体不适 对 我也不舒服 对对对 所以就下台了 2012他东山再起的时候 他跟石破帽就是角逐 第一轮的时候 石破帽是第一名 对 因为党员拿了很多 可是第二轮的时候 议员就不投他 大家都选了安倍了 所以他也就又败政下来 OK 好 所以对的确就是 我们看到这次外媒 就是普遍大家对他有个刻板印象 就是他比较老派 还有就是说 他在党内的人员好像不太好 好 那所以呢 他现在这次组阁啊 这个英国金融时报就讲了 说组阁对石破帽来讲 可能是一个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 因为他要找人 对不对 然后甚至呢 就是还有媒体 有点有点是开玩笑 我有点奚落他 说哎呀你找的这些阁员 好像都是从冷冻库里面 找出来的人 他们不是在台面上这么活跃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我提到 就是推荐的20名里面 议员里面呢 有很多就是他这一次的 这些内阁的阁员 但因为他们都跟石破帽很久了 那石破帽长年 长期都不 没有在主流里面 都不得志嘛 那这次好不容易选上了首相 当然要 照顾一下 论功行赏这些人 不过这些人也不完全都是 虽然说有13位都是第一次入阁了 那可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外向 还有这个防卫大臣 也就是国防部长 这些都是跟我们亲都是很有台的 对台湾友好 对那他们之前也都有入阁过了 所以说其实名单上来看年纪是过高了一点 那女性也只有两位 那后最年轻的才50出 所以的确是名单上从外媒来看 因为有时候外媒的角度 就像当时最后一个礼拜 路透社他就会说 可能第一位女性首相会出来 要诞生 其实他们可能有一些地方 不是那么了解 日本的民情之类的 日本的记者 当然在最后一天也是 有点说我们或许会 可是实际上他们心里都不这么想 对对对 所以说就是 就是在这个名单里面 当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崭新 对对的确 对可是 好不容易让上了 那么长久以来他的战友 他总是要照顾一下 照顾一下 OK好 那石破茂上任之后 他首要必须要面对到 日本的内政问题有哪些 我上位研究了一下 他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 像什么地方创生2.0 他还说要提高最低工资 要改革劳动市场等等 就是说日本民众 现在最希望说 这个新的首相 可以帮他们做些什么事 我想这个日本跟美国一样 也是面临经济通膨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经济可能是 尤其现在他面临的是 9月20 10月27 国会啊 众院要改选 对对对 9号他就要宣布解散了 他今天 应该是今天8号 他今天要跟这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 野田家彦他们 要做这个辩论 对 所以说马上就要进入众院改选 那第一场 就是众院改选 一定要打赢 要不然他就没了 他就是大家所说的短命的首相 对 所以说那 那要打选举当然就是议员们要让国民一般的就是全民来做一个检验嘛 对对对 所以说就是当然要寄出经济当然通膨改善通膨 还有刚刚说的这个 最低的工资 对提高最低工资 劳工市场的改革 对 这些 对 可能是他比较需要做的 可是问题是最需要做的 就是他上任以后最需要做 应该就是要释出一些利多 让自民党的形象要提升 对 那为什么可能大家会想 为什么他才上任没几天 他就解散了 对啊 怎么这么快 然后10月27号就要改选了 对 因为通常的话就是新的首相上任以后 就会有个蜜月期 对 对 那个时候通常是那一位首相 新首相支持度最高的时候 对 因为实际上识破在民间的支持率还不低嘛 对 依照民调来看的话 大家会对他有期待 所以说现在自民党虽然说 大家都对他指着很多 比如说申报不实的政治现金的问题啦 还有他本来党内就有很多的这个丑闻 或者是像统一教这些之类的处理的方式 怎么样之类 都会 因为他是执政党 难免大家对他的批判指责就会比较多 可是面临了选举的时候 国民又不是这么想 当然他们还是会觉得 所以那些赶快跟他们改选 那些那些面临申报不实政治现金的议员 他们还可以翻身的 对 有这个机会可以翻身 尽管被骂被骂 可是回到自己的选区 对 比一比 因为他们觉得可能有一些国民 人民或是一些选民 还是觉得 可能还是自民党这个比较好吧 还是会让他过关 对对对 OK 所以 时破会选在这么快的时间之内 就赶快来改选 其实就是要利用他现在这个声望正高 有政治能量的时候 对不对 赶快去改选 不要说等到他这个蜜月期过了 到时候更难选 OK了解 好 那其实我觉得对台湾的听众朋友来说 就是我们当然大家很关心 就是说这个日本 日本首相对台海问题的一个态度 那时破猫在过去给大家的感觉 他跟中国大陆算是关系上是相对比较友好的 但是他在首次以首相的身份 在日本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的时候 他也在强调了美日同盟 还又再提到了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 而且他后来有主张所谓的亚洲北约 对那这一连串的这个政策 跟他的这个立场 感觉他现在也有在调整 所以他现在对于这个中国大陆 还有对于这个美国 还有对于台湾 他的这个立场 那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先讲他对中国的态度好了 因为现在的情势是 不管他以前是不是对中国比较温和一点 那那其实时破猫是应该是 因为他八月时候参选之前才来过台湾 会见过赖清德赖总统嘛 所以他对亲台友台 我想应该是错不了的 那对于中国大陆比较温和吗 其实他现在就算他要温和 也没办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发生太多事情 第一点就是去年他们排放这个核废水的时候 已经一年了 到现在他还没有全面的解禁 他的水产品的进口的问题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今年已经有两个日本的学童 日本学校的学童在大陆 一个在苏州 一个在深圳吧 一个死掉 一个被攻击 受伤 这两个中国大陆都是含糊带过 也没有解释原因 对 那这一点的话 当然是要强硬的对待这个中国大陆 一定要给个交代 要不然这个在选举一定会变成攻击的一个要点就对了 一个要害被攻击了 他不硬起来 对中国大陆很强硬的话 那势必在野党一定会猛力的批他就对了 所以他现在至少现在的时间点 他必须要抗中 对 一定是要对中国强硬的一个态度了 那对中国的话 我相信他在市政演说他已经讲了 他已经有抗中的相关的言论 那再来的话就是亚洲版的北约 亚洲版的北约是这样 其实在他很多年间当议员的时候 他就已经提过这样的一个论调 然后他出书 他书里面有写 然后在他当选这个党魁的第一晚 他接受的日本的媒体 他也都说 那这个日媒的主播都会问他 你那时候你如果当议员的时候 提这个亚洲版的北约是OK了 可是你现在变成党魁了 过几天你要当首相 你还是坚持吗 他说他是 那亚洲版的这个北约呢 其实他当好几年 他提出的时候 就已经有被打脸了 华府就不是那么的有兴趣了 对还有就是北约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大家这个成员 我们就是联防的概念嘛 我们其中一个人被攻击了 我们其他人要一起来帮忙抵抗 对不对 要大家一起参战 所以其实外媒也在问了 那亚洲版的北约 第一个谁愿意参加 对不对 对 就是亚太也就是美国的国务卿 对 这个国务卿 他批的就是说 这个project不够完整 需要再多做修改 意思就是 其实他也不是很喜欢这个idea就对了 那主要就是问题在哪里 我想识破的用点 他的用意是因为他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国防部长跟防卫厅的长官了 所以他是一个安保通了 在这个方面可能是 不过因为他长期也不在主流里面 可能有些地方有点落差 这个是一点 再来的话就是识破的问题 他是觉得我想他想的是 未必是中国 他想的可能比较是北韩 对 因为实际上比较直接会受到北韩的威胁的 应该是日本 应该是日本 因为打南韩就这么近 感冒就很容易打到 不然就是这么长年来 飞太也就一直往他那边飞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不一定是剑指中国 北韩的韩语可能比较大一点 那这个大家会觉得 那你因为欧洲版的北约是同样是一个陆地 对 可是亚洲很分散吧 中间隔了好多海 对 你知道时候怎么 怎么 大家一起 怎么是共同防御 对对对 这是一个问题 对 再来你如果要 要打造一个亚洲版的北约的话 谁是主导者 对 你是不是要美国 可是那也要我美国来提这个亚洲版北约 你日本一个正式的军队都没有 怎么会日本来 对所以也就是美国 如果要美国接受 那当然是看是不是美国来主导 是比较有可能 由他来规划 因为目前在印太地区已经有很多的 这些安全保障的一些组织 比如说像矿 就是释放安全对话的澳洲 美国 日本 这些印度 对 然后再来还有就是AUKUS 对 AUKUS 这些 那你这些 他们也就是说我们美国已经在做了 那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亚洲可能跟欧洲不同吧 欧洲是同样一块陆地 是 对 很好协防 可是你亚洲可能 而且中国大陆要参加吗 也是一个问题 北韩呢 对 所以说有很多问题 就是说不是不可能 那当然他在这个施政也说 他有稍微提一下 不过他只提了美日的地位协定的修改 他并没有再提北约了 因为他知道那个好像被打枪了几次 可能已经有人告诉他不要再提了 对 不要再提了 已经有人这样告诉他了 那所以说他的外向都提他打了一个原场 他说没关系 我们这个就是会再好好的规划 这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计划 OK 好 那其实外界也非常关心 就是未来这个 当然对日本来讲 他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应该还是美国嘛 对 那美日之间就是日本一直很希望说 自己可以再把自己的地位更加的提升 而不是就是一直延续着二战结束之后 那个和平宪法 这样子一个地位 就是说好像我们是个战败国 应该还是要有自己的这个武装力量 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尊严要把它提升起来 那现在大家就在想说 那识破未来不管是这个川普或者是贺锦丽当选 就是说他会 他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跟美国未来信任的总统来交往跟相处 因为我们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川普他刚当选的时候 安倍晋三就 就跑去那个川普大家下去拜会他 然后这个川普来访的时候 就是安倍的身段是非常柔软的 那岸田其实他身段也是蛮柔软的 那他的外交就是他的强项嘛 你看他当日本首相这三年来 他在外交的这个舞台上的表现也是算是蛮有声有色的 所以识破大家感觉他好像个性比较耿直 所以就有点担心 就说假如今天是川普当选 他有没有可能双方会硬碰硬 那如果他今天碰到是贺锦丽当选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 我想这个也是 最后三个人是识破胜出的也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小权进次长你怎么对付川普 没有办法 对一定被吃定了 运吃定了 然后再来高市早苗 如果是贺锦丽当选应该比较OK啦 那如果是川普跟高市早苗 可能也还好bet 就是又好像感觉不是呢 因为高市也是很保守派 很右翼的嘛 可能或许可以哦 因为川普也是 可以消除 川普也是蛮右派的 对 那识破是他们整个的 看来就是各方面是比较可以handle 就是各个层面的啦 那识破跟川普感觉也是不太大 各锦丽的话都没有问题啦 各锦丽都没有问题 那川普 那所以说也就是 我想这也就是小权进次长是最不OK啦 跟川普 所以就是为什么记者会有那一个提问就对了 这样子 那识破怎么面对 我觉得识破的话 它是也慢慢在修正 因为当以前是一个很耿直 耿直 政治理念 要忠实自己 对对对 可是现在当然首相了 必须要有现实的路线 对 我想北 这个亚洲版的北约已经不太提了 已经打了原厂是中长期的计划 就知道已经开始慢慢要修正自己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他现在最中 他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打赢众院啦 然后众院先拿下 明年还有个参院 所以说他必须要让自己就是内政的部分 要先提升选民对自民党的信任度 对 让他自己的位置先坐稳了 在国内坐稳了 才能够外交 不过很不巧的 他马上就要外交处女秀了 什么时候 就是这几天 东西 OKOK 再来再G20又要来了 对 所以11月嘛 每选完之后就要G20之类的 然后还有APP 对 所以说对他来说 也是很多的多重的考验 那问题是927很快的众院 是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赶快选完 先拿下众院 然后吃个定型丸 之后再开始做 很多的政务才能够开始推动 对 才开始做他的外交上面的各方面的推展 OK 好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佩云姐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就是关于这个石破帽 他的这个奇人奇事 还有就是日本现在面对到的挑战 那我们看到石破帽上任 其实也没什么蜜月起后 就是马上要先把内政的东西 马上拿出信心 要让人民觉得 可以重拾对自民党的信任度 紧接着美国要选出新的总统 他也要去应付 对不对 不想会不会马上跑去 其实麻生太郎已经跑去了 可是 可是 马上跑来 上半年就已经跑去见了川普 因为那时候 是拜登的 对 他大概压了川普 对 对 但现在看又好难讲 对不对 现在真的不知道谁会想 现在不晓得 所以说 他也就是 就是刚刚讲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石破帽好像看起来比较凶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最近戴上了眼睛 对 他换造型了 因为他太太说 你要戴上眼睛 他会看起来柔和一点 对 OKOK 那我们今天 就是 也很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今天大概聊了 聊起了一下 日本的整个政坛的发展 但是当然就是 我们最后还是有回到一个结论说 很重要的是 就未来关于美国跟日本的关系 还是要看今年11月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是的 底定之后 很多事情 不管是美日之间的关系啊 甚至就是国际之间的局势 才能够比较知道未来的走向 因为川普跟贺锦丽这两个人的看法 跟这个国际之间的完全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边也要再次跟大家这个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台式新闻台 就是这 这一个月 最后这一个月 我们也会有一连串关于美选的这个专题报道 对 对 那我们也请大家准时的锁定 还有就是我们在11月6号的早上9点钟 我们也会有这个关于美选的实况转播 那我们也请大家可以准时的锁定 那我们再次谢谢佩玲姐 对 请大家要看一起看世界 对我们一起看世界会帮大家掌握这个 每周最新的这个国际时事 对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馈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脸书粉专 或者是我们IG留言 那我们一起看世界Podcast 有下次再会咯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